党的十五大和十五节一中全会提出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 改组 改造和加强管理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力争到本时季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 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机查特派员制度 在实行政企分开放手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同时 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监督 机查特派员由国务院派出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利 机查特派员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其主要职责是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实施财务监督 通过财务监督和检查经营成果 对企业主要领导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和经营业绩做出评价 机查特派员要将机查结论向国家经贸委 国防科工委外经贸部及有关国家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汇报 经各有关部门审核认可后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根据机查结论通过人事部对企业主要领导人员进行讲成任免 建立机查特派员制度是实现正企分开的重大举措 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也是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 这个制度符合国际惯例 实际上也是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发展 他对于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镕基说 要发挥机查特派员制度的预期作用 首先必须选好机查特派员和助理 机查特派员由副部以上干部担任 每个机查特派员配专职助理四人 组成机查特派员办事处 一般负责五个企业的监督工作 机查特派员要具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尤其要敢于坚持原则 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公道正派 光明磊落 了解和反映真实情况 轻正连结 严以律己 不谋私利 助理人员一般从财政 银行 人事 审计 监察 和宏观调控专业部门的私处级干部中挑选 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机查特派员由国务院任免派出 特派员助理由人事部任免 朱镕基指出 对机查特派员及其助理 要严格管理逐步建立其规范的管理制度 机查特派员及其助理任期为三年 对同一企业不得连任 机查特派员办事处成员不得在企业兼职 不得接受企业的任何报酬和福利待遇 不得接受企业的宴请和任何办事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的出台 极大的调动了农民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 辽宁 黑龙江 湖南 广西等地的农民 纷纷在新承包的土地上 啃荒开地 撒下了粒粒希望的种子 农民们兴奋地说 土地一包三十年 荒滩荒山变良田 请和报道 辽宁省北宁市罗罗铺镇 由于受地理条件所限 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到处是荒山荒滩 为了获取更多的耕地 这个镇曾提出向荒滩荒山进军 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但许多农民还是犹豫 怕一旦政策变了 投入的资金和劳力就白搭了 今年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 进一步确认了土地承包期 三十年不变的原则 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坚定了他们向土地投入的信心 入春以来 在这个镇的闽山 康屯 武丰等村 到处都可以看到 用各种车辆拉土垫地的农民 康屯村村民无双山 以每车一百七十元的高价 买成千废堵造田 总投资近万元 硬是在村子西边的荒滩上 垫出了两亩地 并且已经拆上了桃树苗 他告诉记者 原先就是核贪地 党的政策下来以后 三十年不变承包 所以政策没下之前 就白给也不要 所以没有金融站可算 年头短 所以党的政策稳定 时间长 人们搞点金融效益东西 因为它有价值 敏家村村民赵德成 是今年埋土造田的大户 他打算在新造的土地上 建葡萄园 你们家今天开了几亩地 九亩多地 那么埋土造田 一共花了多少钱 一共花了五万多块钱 在这样的核贪地上 扔这么多钱 你举的核算吗 现在党的政策 每年一共包了我三十年 我今年马上就摘葡萄 在三五年以内 我就能回来本儿 剩下二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我的了 你说合算不合算 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 罗罗铺镇农民 已累计造出新田 一千公顷 其中部分田地 已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伴随着新一轮土地承包 黑龙江省掀起了 农民自发 击造农家肥的热潮 院落旁 田地间 到处是忙着 运送农家肥的农民 种田人都懂得 适用农家肥 保养土地 作用长远的道理 但是同适用化肥比起来 激造农家肥 要花费更多的劳动 前段时间 在吃不准自家耕地 是否能长期承包的情况下 农肥被渐渐遗忘 各地出现了地力下降 土壤退化现象 三十年不变的政策 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在加木斯 赵东等地 许多农民不惜开着小四轮 跑很远的路 花高价买农家肥 在湖南广西等地的广大农村 许多去年还是无人问津的荒山滩图 如今已被承包户们 种上了水稻 玉米和荷花 西瓜 甘蔗等经济作物 仅在湖南省宁乡县 就有近千户农民承包开发 荒山滩图达三百三十公顷 这个县自幅乡新泉村的 王少连老汉 去年以村里签订了 承包对面和滩三十年的合同后 今年就带领两个儿子 开垦出了三亩多水田 面对着自家开发出来的 这片水田 王少连躊躇满志 揣着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 广大农民心里踏实 越干越欢 过去贫瘠荒芜的土地 正在他们手中 不断收获着金色的希望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山东宜蒙山革命老区 昨天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科技比武群营会 请报道 观众朋友 这里是地处宜蒙山区腹地的 林毅市竹满溜村 今天一大早来自全市的 近百名农村党员致富能手 就聚集在这里 参加科技比武群营会 虽然天气不太好 下来的小雨 可是十里八村的农民 仍然性子勃勃地前来观看 这次比武的题目 涉及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 以及农民在生产中 可能遇到的难点疑点 由参赛的科技好手 通过抢答 现场演示等形式 给予解答 台下踊跃提问 台上争先抢答 许多观众求知心切 直接走上了擂台 现场请教 这位是谭家庄村的 党支部书记宋世元 前几年 由于种植技术 掌握得不全面 村里的许多群众 守着板栗源 挣不出多少钱 宋世元自会外出 学习栽培技术后 板栗越种越好 被当地群众 誉为板栗大王 当场拜师 这位是宋世元所在村的村民 他也给村支书加油来了 我过不去 他自己负了 他说我不想负 我得带到咱 吃了以后 老百姓全负了 那才行 当然说了呢 有说把手的 有叫到俺去 你想一开始 种的时候 老百姓种的时候 他进掉里的苗子 都是无上的干了 那时候都 七八毛钱 一颗的苗子 这个群众以后 都有记得心点 想往这儿 就很普通的了 年初一万两块钱的 大部分都那个 办理院读了以后 都没读 凡事得两三万块钱上 通过我们的党员 带领广大群众 都能够掌握 我们一字一门 我们先进信用的 科学技术 从而呢 我们提高 我们这个党员队伍的数据 提高呢 大家呢 这个带领群众 几乎这样一个本领 目前 一亩老区六十岁以下的 党员农民中 85%都掌握了 一到两门农村使用技术 农业生产的科技工协率 超过了50% 去年 一亩老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 达到了2053元 这是中央台 山东台和01台报道的 近日 来自吉林省各地的 73位土生土长的农民 获得吉林省人事厅 颁发的高级技术职称证书 从而成为吉林省 首批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 专家型农民 据了解 在优秀的农民技术人员中 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在我国上属首次 这次荣获高级农艺师 和高级畜牧师 职称的73位农民 都是近年来 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中 涌现出的 种植养殖和加工业大户 及能工巧匠 他们靠自学成才 靠科技致富 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 重养能人 这是吉林台报道的 身处荒漠沙海之中的 空军某试验基地的 知识分子们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想现代化 钻现代化 干现代化 在用心情和才智 创造出 累累科研成果的同时 各位观众 这就是我国研制的 超音速无人靶机 它的研制成功 结束了我国 没有超音速 无人靶机的历史 为我国航空武器的 现代化 提供了更为先进的 实验手段 不久前 这种超音速 无人靶机 被批准定型生产 使我国成为 世界上第二个 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 领导超音速 无人靶机研制的 是基地人称 靶机王的 二战总工程师赵旭 六十年代 他和战友们 一起研制出了 我国第一代无人靶机 某种新型导弹试验 需要超音速无人靶机 如果从国外购买 每价要花数百万美元 赵旭等人 主动提出自己研制 仅用八百万元人民币 就把我国自己的 超音速无人靶机 送上了蓝天 你等人家的 给你好东西 给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全部要考虑 考虑我们自己 做自己的 发生自己的技术 这样才能 在更高的高度上 达动我们更高的水平 为了研制出 与无人靶机配套的 遥控系统 年轻的高级工程师 李鸿斌 主动辞去领导职务 潜心钻研 用了两年时间 以首提相识的 遥控装置 取代了以前 需要两台卡车 才能拉走的 笨重设备 并实现了 对多个目标的 同时遥控 基地的科技人员 有时还会遇到 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人称空中射手的 基地副司令员 丁建斯 在执行空对空导弹 试射任务时 就多次在空中遇险 去年7月 他驾驶飞机 在空中试验 某新型导弹 发射后三秒钟内 导弹连续两次 在机翼下爆炸 飞机40多处 被弹片击伤 他凭着过硬的 心理素质 和高超的飞行技术 驾驶严重受伤的飞机 安全着陆 为导弹试验 保住了珍贵的 第一手资料 凭着忘卧的牺牲精神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基地科研人员 先后完成了 从我国第一代 空对空导弹 到第三代 空对空导弹在内的 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800多项 取得科研成果上千项 填补了中国 航空武器试验室上的 一项项空白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辽宁省本西市政府 取消了83种 与下属单位 签订的各种责任状 既减少了政府 对下属单位的干扰 又精简的机构 提高了工作效率 请看报道 过去 本西市一些机关 对阶段性的重点 和难点工作 与基层单位 签订责任状 并专门设考核小组 每半年 对责任状的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年末进行考核评比 对完成责任状 规定指标的部门 兑现奖金 应当说 签订责任状 增加了政府 与基层之间的约束力 对推动政府工作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随着责任状 越签越多 形式主义的弊端 也显现出来 最初是政府 与基层单位 签订责任状 后来党群机关之间 也签订了责任状 全市签订的责任状 五花八门 本期市政府 仅去年因兑现责任状 而支付的各类奖金 就达一千多万元 许多责任状 本来属于工作范围 因为要签成责任状 就要讨价还价 致使工作标准降低 但兑现奖金 却一分不少 我们在梳理过程当中 发现 咱们签的这些责任状 大部分是政府 机关的日常工作 本来就是你 各个机关应该做的 同时责任状的考核 基本上是走过场 大多数有奖无法 而且有多少个责任状 就要设相应的 责任状考核小组 机构更加臃肿 这些责任状 每个责任状 达到了以后 都得用什么呢 都得用来钱 给个粮票 政府给个粮票 我们就得拿钱 得致付 致付完了 我们成本就上升了 而且我们给企业 带了很多的 负担和压力 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人人心里都明白 有些责任状早该取消 但由于每种责任状 都有相应的奖金 所以很难痛下决心 本西市政府 近日首先从减少和取消 与下属单位签订的 不必要的责任状开始 改变机关工作作风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除目前工作中的 重点和难点 签订责任状以外 取消的83个责任状 都是正常工作 工作效率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由于基层单位 减少了接贷应酬 节省资金 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使企业把主要精力 投入到生产上来 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这是辽宁台和本期台报道的 新修改完成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 从今天起开始实施 三资企业在中国的 经济纠纷 将可以在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得到仲裁 请客报道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 受理案件的数量 从93年起 已经连续五年 位居世界第一 97年达到723起